西隆威海营区今天开放 现场除了有五艘战舰可以参观之外 还有精彩的战绩操演 海军举拳队一级碎石 连续提及这演出是相当震撼 而海军一队的操枪术 和陆军的格斗技 更是要现场掌声不断 不过同一个地点受到了红重秋暗的影响 可以看到一旁的人才招募站 不但门可落雀超级冷清的 最后甚至还提前收谈 手肘扎扎实实打在30公分后的水泥砖上头 砖快瞬间碎裂 紧接着连续急迫技同样气势惊人 国军下午联合海陆展现 平时训练有素的强大战力 整齐划衣的动作 海军一队的操枪术也让全场目不转睛 现场上百名的民众聚集非常热烈 不过镜头一转 离开热闹的战绩表演区 距离几步路的距离 招募宣导站却是冷冷清清 由于受到红重秋暗影响 让常年在军中存在的陋袭窗疤 意义被揭开 也为国军募兵蒙上一层罚人问津的阴影 担心就是说军中一些制度要需要改革 应该说比较透明化一点点 现在经过这个事件应该会管理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新的改革的方向 民众看法不一 不过募兵宣导区确实不多人 政府一个命令所有将官士兵 统统卯足全力展现辛苦操练成果 希望能为国军招募加点分 不过真正影响的关键 还是国防机关对于军中的管理 能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才能让想进入国军的弟兄能更加放心